第1935章念解 所以就是争取一个打杂的机会 沈清风被他眉宇间的轻狂啄了下 赶紧移开目光 给自己倒了杯水咕噜噜喝下去 放下杯子才说 嗯 虽然研究所每个月都会进行小组考核 但一般只看12月小组考核的成绩 12月小组考核的成绩 也会决定谁明年能使用八级实验室 他估计乔念一个新人 还不了解一整年八级实验使用权意味着什么 又耐心地提他解答 八级实验室里有研究所高级实验项目的数据资料 还能有机会旁观八级实验室成员做研究 甚至有可能碰到八级实验室的负责人 研究所的副所长每个人都梦想着 能亲眼围观一次实验室做实验 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 这才是为什么大家都想争这个机会的原因 万一被他老人家看上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乔念明白了 他手肘搭在桌上 没吃几口东西 挺大佬的坐姿 接了一句总结的话 哦 所以就是争取一个打砸的机会 沈清风 薛柱 沈清风沉默两秒钟 仔细想想又觉得好笑 既然认同的点点头 你这么说其实也没错 他们不过是进研究所的年轻一辈 满脑子都是接触八级实验室的荣耀 其实这件事网白了说 乔念也没说错 就是得到一个围观 打砸 给八级实验室的成员端茶倒水的机会而已 貌似也没那么高大上 乔念恩了一声 正好这时他手机响了 他拿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温如夏打来的 温如夏一向没事不找他 既然给他打电话 多半有事情 他就拿起手机 起身 跟包厢里两人道 我出去接个电话 好 你去把沈清风点点头 乔念就拉开椅子 先出去了 漏到BV7 3 外面走廊上 女生并没有走远 只是找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 接起来 喂 声线挺暗哑的 不过比较有礼貌 手机那头 温如夏 还以为他手机没在身边 正要放弃 转眼听到耳机里 传来的女生的声音 他马上把车停靠在路口 打开车在蓝牙 眉眼温雅 开口道 念念 你在家吗 我过去找你 乔念已靠在墙边上 勾着头 鸭舌冒压得很低 走廊的光影 打在他鼻梁下 投下明暗的光线 他垂着眼瞼 漫步惊心道 我不在家 您找我有事 温如夏跟念迷关系好 乔念跟他接触过几次 关系不算特别熟 但也不差 这样温如夏有些失落 不过很快打起精神来 笑着跟他说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国外的朋友 看上了涅槃的音源 他想把你的音源 用在艺术短片上 你有兴趣推广一下吗 价格好谈 乔念无了一声 完全没考虑 不卖 钱 他不缺 他也从来不把玩的音乐 拿来当商品交易 他放在平台上的音源 没有一首收费的曲子 现在当然也没必要 搞得商业化 我就是玩玩 兴趣而已 如果有人听了他们会对传统乐器感兴趣最好 没有听懂也没关系 至少了解了我们的传统乐 至于其他的东西 我没考虑过 第1936章 全寝室都邀请了 就没邀请副歌 雨声声音清浅 眼底全然是赤尘 这些东西我以前没考虑过 以后大概率也不会往这方面去考虑 温如夏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 并没有因为乔念拒绝他而不高兴 我明白了 我帮你推掉 对了 我还有一件事 他顿了顿 就提起给乔念打着通电话的正式 后天是我家老太太的生日 家里要办个宴会 你有时间来参加吗 我让人给你送个请帖过去 温家的宴会规格很高 能去参加的宾客自然也是精挑细选 温如夏却十分重视乔念 只是一个家里的宴会 我跟他提起过你 老太太想见见你 温家老太太性格慈善和蔼 是个老小孩 也是经是老一辈里少有想得开的人 早早地过上一养天年的日子 八十岁高龄了 一天依旧能喝四两白酒 身体背棒 他听温如夏讲过乔念的事迹 还听说自己孙子暗恋女神失败 一下子收心 开始成熟起来学习 接手家里的生意 就对乔念很感兴趣 这一次也是老太太主动提出 要邀请乔念来参加自己的生日宴 乔念 你有时间吗 温如夏自己也很喜欢乔念 真诚地邀请他来 乔念略一思考 就歉意地开口 抱歉 我不在京市 暂时回不去 我就不去了 我会托朋友带一个礼物过去 他说的朋友是卫楼 卫家和温家是市交 卫楼多半要去 这样啊 温如夏也没太失望 就跟乔念说了几句 挂了电话 然后靠在椅背上 没有急着走 反手给自己侄子发了的消息过去 Loda BB7 3 清大男生寝室 温紫渝才回去 刚刚洗澡换了个衣服 从浴室出来 反手就看到温如夏发来的微信 他点开来 我替你邀请了乔念 可惜他不在京市 来不了你奶奶的生日验词 小子 别说我没给你争取过 节哀啊 温紫渝盯着微信上的一句话 反反复复看了三遍 才一开视线 默默地抿着唇 回头跟寝室里的人说 周扬 后天我奶奶生日 你也来参加吧 我妈 我去合适吗 周扬自己是个普通家庭 本地人 但跟温紫渝的家庭不一样 接触的层面也不一样 他没想过温紫渝会邀请他去 你是我朋友 有什么不合适的温紫渝捶了他一拳 又跟另外一个人 说了后天生日宴的事 两人都受宠若惊 答应了要去 请示一共四个人 除了温紫渝本人外 两个都被邀请去参加生日宴 只有傅哥没被邀请 就显得格外的突兀 不过温紫渝并没有要邀请他的意思 路过他的时候 神情挺淡漠的 只跟他说了一声 借过 傅哥侧身让开一条路 让他过去 面上有些淡淡的尴尬之色 温紫渝却当自己看不到 带上笔记本 就跟他擦肩而过 去找梁丛林 办毕业手续去了 另一边 乔念接完这通电话 准备回包厢 第1937章 请你们离开 他没注意到 也有一行人 正朝着 关海哥的包厢走来 其中打头的 正是今天 没露过面的 纪紫英 纪紫英身边 还跟着三四个人 其中有一个 三十出头的男人 穿着一件半旧的风衣 一张脸有些有黑 长相并不出众 他走到一半 忽然停下来 看向另外一边 乔念的方向 那个人 是今年研究所招进来的 新人王 他突然停下来 其他人被迫跟他一起 驻足望去 果然看到打完电话 正准备回去的乔念 最近天气冷 女生却穿了一件 看起来有些单薄的卫衣 一身黑的搭配 加上他头上的鸭舌帽 全身上下 透出一股子 生人物镜的冷漠 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 纪紫英一行人 拉开其中一个包厢的门 就进去了 我听说他第二轮 考核的成绩很好 之前没接触过系统学习 还能完成八级模拟实验 曹延华一张有黑的脸上 显然而易见 对乔念十分感兴趣 毫不掩饰自己的夸赞 他是八级实验室的一员 纪紫英也得巴结他 今天他们来观海阁吃饭 就是纪紫英想宴请他 从而跟八级实验室的人 搭上关系 谁知道会在这里碰到乔念 真是冤家路窄 纪紫英垂下眼瞼 嘴角的笑意淡了下去 不过还维持着面上的体面 微微一笑道 好像是吧 我没关注过他 他 曹延华还想问一下 有关于今年新人王的事 纪紫英垂下眼睫毛 遮掩住眼底的情绪 勉强地岔开话题 曹师兄 我们进去吧 问曹延华一愣 收回目光 并没有多想 LodaBV7 3 关海阁的服务生 将他们领到走廊尽头 另外一个大包厢前面 替他们推开门 他就跟着纪紫英进了包厢 一行人鱼贯而入 只有一个和纪紫英 差不多年纪的青年男人 走到最后 等所有人都进去了 他随口找了个理由 趁机跟着服务生一起离开 关朝起包厢里 乔念打完电话 只返回包厢里 沈清风还在和薛珠 聊12月小组考核的事情 他就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拉开椅子 刚刚坐下 还没坐两分钟 突然有人敲响包厢的门 进来乔念早就吃饱了 主要坐在这里 等沈清风和薛珠吃完 他听到敲门声 漫不经心地喊了声 他本来以为是服务生进来换茶 谁知道进来的 却是一个领班模样的女人 与人短发凌厉 进来以后也不废话 盖练利落地表示 各位客人 不好意思 你们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个包厢了 如果方便的话 请你们现在离开 沈清风和薛珠 都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 两人同时一愣 薛珠反应比较快 放下筷子 拧起眉头问他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 我们不能再继续使用这个包厢了 我们饭才吃了一半 你让我们现在走 不合适吧 领班却观眼观鼻 丝毫不畏所动 抱歉 这位客人 具体原因我也不能说 不过你们确实不能再使用这个包厢了 请你们离开 这算是赶客了 第1938章乔念 你别冲动 薛珠有些愤怒 哪有人饭才吃到一半就让我们走 太可笑了 你们经理呢 让你们经理过来 沈清风揉着鹅脚 也是头一次碰到这种奇葩事 一边拉着薛珠 让他不要冲动 一边转头看向乔念 打算稀释宁人 乔念 你吃完了没 要不我们走吧 沈清风之所以这么隐忍 是因为他们不是三大家族的人 也没有三大家族庇护 势单力薄 关海阁虽然只是个饭店 但背后老板手眼通天 似乎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他不想因为一个小事 跟这样的人起冲突 所以沈清风明眼看出 眼前的领班有仗势欺人的成分在里面 他也习惯性地忍下去 谁要走 我不走 薛珠气不过 嚷嚷了一句 沈清风提醒他 这里是独立粥 你忍一忍 薛珠一张白皙的脸瞬间涨得通红 眼睛都气红了 又忍下来 气氛的撇开头 不再闹着要见经理了 关海阁的领班看到这一幕 一双凌厉的眼睛浮现出一丝浅浅的不屑来 嘴角笑容的弧度都没变一下 仿佛笃定他们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 微微一笑 我们经理忙 可能没时间过来 他不说这一句还好 他刻意提起来 分明是嘲讽薛珠 薛珠被他气得嘴唇都白了 指着他的手都在颤抖 你 只听包厢里一声椅子摩擦地面的吃拉声 包厢里的几人都看向发生出声音的地方 雨声从位置上站起来 不紧不慢地拿起手机 眉宇是压不下去的乖离之气 似乎还笑了 跟包厢里的人说了句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打个电话 瞧念 你别冲动 沈清风一边要安抚被气得够呛的薛珠 就没有精力去拽住另外一个 他眼睁睁看着女生轻点的下颌 挺酷地把鸭舌帽往下一压 遮住那张精致惹眼的脸 就走出包厢 去外面的走廊上面打了一个电话 瞧念没花多少时间 大概就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 他折返回来 看向等在包厢里 等着监视他们走得短发领斑 抬起眼眸 一双眼漆黑又犀利 不介意等两分钟吧 他说的话似乎挺客气的 口气中却收敛不下来的轻狂和字意 似乎就没把关海格的领班放在眼里 关海格的领班也算见过大世面的人 他微微一愣 搞不懂面前的年轻女生 哪来这么强大的气势 不过他略一私存 就同意了 好的 反正只是两分钟 他也预备了乔念 再继续拖延下去的理由 微微抬起下巴 强调 我等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 希望你们能离开关海格 万一两分钟后不是我们离开呢 乔念似乎笑了下 笑容却不达眼底 坐回自己位置的时候 还以为不明地说了句 另一边 纪紫英他们那个包厢里 菜品已经鱼贯而入地送上来 刚刚走到最后面的那个青年男人 跟送菜的服务生一起溜进包厢 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 第1939章 我找人清理垃圾去了 纪紫英看到他 眉宇微动了下 碍于曹延华在场 不好直接问他 就拿起一旁的手机 给他发了个消息过去 叮 男人刚在自己位置坐下 手机就震动起来 他赶忙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是纪紫英发过来的 问他刚才去哪 他嘴角就忍不住扬起来 多了一丝得意 先是抬头望向桌子 对面的纪紫英 又低下头 双手编辑消息发过去 你们做好12月考核的准备了吗 12月的考核很重要 转眼时间就要到了 曹延华虽然是八级实验室的成员 但曾经也跟过顾恒波 硬要算下来 他跟纪紫英算同门 纪紫英算他半个师妹 这也是他为什么 作为第一研究所 八级实验室成员之一 还会跟纪紫英出来吃饭的原因 不过曹延华为人端正 不爱搞拉帮结派的事 他这一次出来 也是纪紫英约了好多次 他实在推不掉 才勉强出来吃个饭而已 嗯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有信心拿下这一次的第一名 和明年八级实验室的使用权 纪紫英微微一笑 看起来很有自信 又妄想曹延华 问 曹师兄 你认识非法区的一个武器大鳄吗 曹延华微微一正 马上反问他 你问这个干什么 纪紫英有些尴尬的解释 我们正在做的实验 差了一个比较罕见的稀有材料 我听说非法区的一个武器大鳄手底下 有这种材料 我就想 我就想认识一下 购买一些 第一研究所八级实验室的材料 全是顶级稀有材料 包括稀土在内 这些都是有专门的渠道 纪紫英作为第一研究所的一员 虽然他还没有资格接触到这些 但多少听到过一些风声 所以他才问曹延华 想通过曹延华 却接触到这一条线 不过他显然想多了 曹延华一张憨厚的脸板刻下来 挺严肃地跟他说 这个是实验室的秘密 你不是八级实验室的人 我不能私下跟你说 等你未来进了八级实验室再说吧 这就是拒绝了 纪紫英多少有些心浮气躁 勉强一笑 点点头 那个材料 曹延华看起来为人憨厚老实 没想到也不是蠢人 一眼看穿他想说什么 马上到 这几天我们跟那位武器大恶失联了 对方暂时收回了 供给第一研究所的材料 八级实验室都各类材料紧缺 之前的存货要先给各位导师用 剩下的才能供给各大实验室 所以我们手里也没有多少存货 纪紫英只差一种稀有材料 就可以进行实验反应堆了 他听到曹延华的话 失望之余 越发的心头烦躁上火 趁着上菜的功夫 他拿出手机 看了下他们小组成员之一的于海 给他回过来的短信 直一眼 他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过去 我刚出去找了关海格的领班 我跟他关系不错 让他出面帮我们清理掉碍眼的垃圾去了 纪紫英一开始没有理解到 他这一句话的意思 不过很快 他就品过了这句话的背后含义 第1940章念解 那就以奇人之道还之奇人之身 他好像听人说起过 乔念进了第十小组 那个死亡之组 乔念既然在这里 第十小组那几个乌合之众 应该也在这里 他有些嘲弄得勾起嘴角 明知道于海这句话的意思 有通过关系 把乔念赶出关海格的意思 他却没有打算管自己的组员 反而心情好了点 有种看热闹的感觉 两分钟时间不长 眨眼就过去了 眼看着两分钟时间到了 领班拉下衣袖 遮住手腕上的手表 再度提醒包厢里的三人 时间到了 他如此咄咄逼人 沈清风和薛珠的脸色都不大好看 薛珠更是差点又被刺激到 跟他吵起来 乔念伸展了下胳膊 看了下手机上的时间 声音听不出一丝波澜 两分钟了 和关海格的领班 漫不经心地用手 聊起耳边短发 凌厉的目光扫过三人 乔小姐 是您提出来要等两分钟 我也按照您说的等了 现在时间到了 请您们不要再耽误我工作 他大有请人离开的意思 就在这时 包厢外面一阵匆忙的脚步声 有人匆忙赶到包厢 来人瘦高个 头顶的头发已经没多少了 他仍旧倔强地 将所剩无几的头发 竖得一丝不苟 十分有个人特色 漏大BV7 3 他一出现 刚刚还咄咄逼人的 女领班面色大变 马上丢下乔念他们 八戒地迎上去 精力 谁知道来人压根不理他 直接跟他擦肩而过 直奔向乔念的方向 十分地讨好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您来之前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也好为您留个 好一点的包厢 怎么能让您委屈 挤在这个小包厢里 女领班脸色骤变 声音都沙哑了 精力 闭嘴 你的事我等会再跟你算账 关海格精力 十分不留脸面 训斥他 刚刚还嚣张的 不可一世的短发女人 顿时跟双打的茄子一样 一句话都不敢再说 沈清风和薛珠 看得一脸猛 薛珠更是嘴巴微张 完全摸不着眼下的情况 乔念也不跟他废话 微微仰起头 漫不经心地问他 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 嗯 关海格的精力 一看就是个有情商的人 他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小心翼翼地 看向女生 低声询问 您想如何处理这件事 我 瞧念眼角余光扫了一眼 处在一旁 搭怂脑袋 病奄奄的女领班 想起他刚才干的事 挺吊耳郎当的开口 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吃饭吗 那就以其人之道 还之其人之身 我也很想知道 是谁连饭都不让我吃完 经理女领班一听这话急了 马上抬起头 又着急地要跟关海格经理解释 试迹 于海也是有背景的 何况于海还是纪紫英小组的组员 纪紫英背后又有吉家撑腰 女领班刚想把这些厉害关系说出来 关海格经理却完全不理他 朝着女生一脸严肃认真的点头 似乎都不考虑会不会因此得罪另一方人 立马表示 我明白了 我马上去办 第1941章两集反转 变成纪紫英不能在这里吃饭了 关海格经理办事效率很高 很快带着几个人敲开了纪紫英所在的大包厢的门 他们比起女领班来更干脆利落一点 进去以后直接说明来意 纪紫英听完 脸色微变 一度怀疑自己耳朵听错了 他没管大包厢里浮动的人心 脸色皱沉下去 半眯起眼睛 站起来怒视经理 你说让我们离开 是的 纪小姐 非常不好意思 不过我们关海格不能招呼你们了 经理十分客气 但态度却是不卑不亢的 完全没害怕纪紫英的意思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 纪小姐 请 约海也坐立不安地站起来 促眉看向纪紫英 纪学姐 这是 他心里隐隐觉得眼下的情况 可能跟他刚才吩咐女领班去干的事情有关系 可又不确定 这里是独立周 乔念一个没有任何身份背景的新人 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能驱使关海格的经理 他稍微镇定下来 问出跟之前薛珠一样的问题 你们让我们走 总要给我们个理由吧 我们是提前订了包厢的 之前女领班并没有给薛珠一个明确的理由 只跟乔念他们说 让他们赶紧走 此刻关海格的经理一张和蔼可亲的脸上笑容可拘 倒是正面回答了他的问题 这个嘛 我们也是按照一位尊贵客人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你们干了什么 他把你们想干的还回来就行 约海心头大惊 真的是他 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结果 乔念凭什么呀 他又不是独立周的人 哪怕被欺负了 不该跟始祖那几个废物一样忍气吞声吗 什么情况 纪紫英大概也弄懂怎么回事了 目着一张脸 转而看向经理 陈生问 我们菜都上来了 必须现在走吗 他们现在离开 未免太打脸了 纪紫英的意思是 要不各退一步 等他们吃完再走 谁知道关海阁的经理 半点面子都没给他 韩笑点点头 那位客人是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他们现在必须走 纪紫英脸色彻底难看起来 气色极差 一时半会儿都说不出话来 还是曹延华一脸蒙蔽 不知道于海干的好事 纳闷地站起来 问纪紫英 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客人 纪紫英这会儿 要多丢人有多丢人 暗暗脑恨于海办事不利 一边又只能强压下火气 略尴尬地跟曹延华说 曹师兄 我们换个地方吃饭 可以吗 他从未这么尴尬过 但眼下的情况 他们只能换个地方 所以纪紫英只能压下修脑 免为其难地跟曹延华 开这个口 曹延华障二合上 摸不着头脑 正好这时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亮了 是实验室发来的消息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就歉疚的跟纪紫英道 不好意思纪师妹 副院长再叫我回去了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这个饭我就不吃了 下次有机会再举 第1942张审师兄 我们算不算捡到宝了 纪紫英张了张嘴 他约了曹延华 好久才约出来 还没达成目的 对方就要走了 奈何曹延华 没给他挽留的机会 拿上自己搭在椅背上的外套 又跟他道歉 手机再度响起来 这次是电话 他接了电话 匆忙道 我在外面 我马上回去 纪师妹 我先走一步说完 他顾不得纪紫英等人 拿上自己的东西 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包厢 曹延华一走 纪紫英今天请客吃饭的目的 全盘落空 他太阳穴狠狠太跳了两下 闭上眼睛 好半赏缓不过神来 关海格的经理也没逼他 但也没离开 摆明了就是等着他们走 纪紫英缓过劲来以后 面尘如水 拿起自己的包 跟包厢里的一行人道 我们走吧 他说走的这一刻 已经相当于默认了 惊天癌的这一耳光 其他人都不敢出他眉头 只得拿上自己的东西 跟上他 一行人来的时候 浩浩荡荡 走的时候竟给人一种 落荒而逃的错觉 关海格另外一个包厢里 服务生又换了顶级的乌龙茶上来 另外再把桌上的菜重新换了一遍 换成关海格的招牌菜 关海格以特色招牌菜 闻名整个独立粥 如果说关海格的包厢不好定 那关海格大厨煮勺的招牌菜 就更难预定了 是想吃都吃不到的那种 沈清风和薛珠两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好片刻才从刚才的震惊中回过神来 漏大BB7 3 薛珠张了张嘴 望向满桌子的佳肴 忍不住问女生 乔念 你认识这里的经理 乔念刚收到关海格经理打来的电话 说已经把继子英他们送走了 他才放下手机 就听到薛珠呢喃的问题 抬眸 手指搭在手机壳上 慢条丝里的收回手 不算认识 薛珠松了一口气 又反应过来 觉得不大对劲 乔念不认识那个经理 那方才关海格的经理 怎么对他态度那么恭敬 甚至有些小心对待 那 我认识他们老板乔念拿起筷子 并不觉得自己说了多令人震惊的话 跟两人道 你们再吃一点吧 窝窝薛珠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鱼肚 手抖了一下 差点没加稳 整个人还处在恍惚中 他认识关海格的老板 貌似比认识经理还要 令人震惊吧 乔念并没有过多的解释 他认识的关海格老板是谁 又是怎么认识的 沈清风和薛珠没问 他也就没说 一顿饭吃下来 沈清风和薛珠 后面都没怎么聊天了 一直在消化今天发生的事情 领导跟女生分开 两人准备回研究所 薛珠走到一半 突然停下来 才有些难掩兴奋的 沈清风开口 徐义今天居然没来 我看这个新人不一般 我们算不算捡到宝了 沈清风自己都大脑一片空白 许久没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 才深呼吸一口气 跟他说 今天的事 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了 你别跟研究所里 其他人说 第1943章 我要进八级实验室 我看乔念他人挺低调的 今天应该是个意外 他好心好意 请我们吃饭 我们别给他惹麻烦 我知道薛珠满不在乎的应声 但心里门青儿 他被分成三级实验室 本来就不公平 后面又被其他组排挤 一个组都不肯要他 摆明是纪紫英 不想让他好过 不过我看纪紫英 在第一研究所 恒星霸道的日子 没多久了 乔念不是问你要了 咱们小组 12月的实验方向吗 有这么一个大佬在 这个月搞不好 我们不会再吊车尾了 到时候再看吧 沈清风倒是没想这么多 他当时就是觉得 乔念没一个组肯要 联想到被排挤的自己 就拉对方入伙 乔念也爽快同意入伙 他没想过会有意外惊喜 但是这个新人王 确实跟他之前想象中的 可怜兮兮有点不大一样 挺 屌的 关海阁外面人行道上 乔念给关燕发了的消息过去 跟他说了声谢了 抬头就看到马路边上 停靠的一辆黑色路虎 叶望川之前开的自己的私人轿跑 看样子他又把顾三的路虎开过来了 乔念很自然地走过去 拉开车门 坐上副驾驶位 麻溜地给自己系上安全带 叶望川一直在等他吃饭 但没想到他一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 见他上车 深谋含笑 问 怎么样 和新认识的小组成员处得下来吗 他们人挺不错的 乔念按开车窗 让外面的空气流 通进来再把座位往后调整了一些 让自己做得更舒 是一点才不紧不慢地看向他说 我已经拿到12月小组考核的方向了 是脉冲核磁共振实验中的自动回波应用 听说我们和一组是一个研究方向 他们已经完成了线路接受的双线波攻器 我们小组还才做了十分之一 乔念声音低沉 似乎不经意地跟他提起 我又调查到一些关于我母亲的事情 他似乎在第一研究所八级实验室待过 与生声音清浅 给人一种抚平人心的力量 乔念目光深远 并没有拘泥在这个小细节上 只说 12月的考核 关系着谁能拥有八级实验室一年的使用权 我听他们说 拿下第一名的人可以进八级实验室 虽然不是能跟那些人一起做实验 但也能接触到他们我想进八级实验室 叶网川一直知道 他在追查跟记情相关的往事 但是没想到他这么认真 二来这个关乎乔念的身世秘密 他知道他肯定想自己查 也就一直没有特意去插手 一直到听到这里 他才注视着女生精致的面庞 问了句 你如果查到你母亲的死 跟记家或者第一研究所有关系 你打算怎么办 记家和第一研究所在独立州 都是庞然大物般的存在 轻易无法撼动 特别是第一研究所 势力分布整个独立州 甚至辐射影响整个世界 记情的死一旦跟第一研究所有关系 他想动第一研究所 第1944章念解 从来没有想过要回记家 乔念垂下眼睫毛 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似乎有点烦躁 想了想 又看他 黑白分明的眼眸清亮通透 如果我母亲的死 跟他们有关系 不管是记家还是第一研究所 我大概率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哪怕一条人命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 在我眼里 他们也没有可以轻易拿走一个人性命的权利 他们如果觉得他们不可撼动 我偏偏想要撼动一下事实 他们如果觉得他们不可撼动 我偏偏想要撼动一下事实 他这个意思很明白 一旦他查出来 记情的死跟第一研究所或者记家有关系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夜望穿笑了 有些触动 心脏仿佛被击中了一下 有种难以言喻的感觉 记家嫡系血脉凋零 到这一代 只剩下你跟记男记男无心在何研究上 他们才捧了记子英来替代你 现在你回到独立州 又表现出在这方面的天赋 你的天赋比记子英还强 只要你肯回记家 一个小小的记子英 不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未来整个记家都是你的念念 你就不心动吗 独立州记家 多少家族想要巴结讨好的对象 乔念如果回了记家 可以想象他的实力 未来一定会成为家族继承人 一旦他接管记家 他将拥有无尽的权利和地位 一般人都会心动 乔念却一点都不心动 微微猝起眉头 不知道他为什么提起这个 声音微哑 我对记家没兴趣 叶望川就懂他的意思了 所以你不打算回记家了 记家一直在找他 这个事叶望川多少知道一点 LodaBV7 3 他就是问下他的意见 顺便跟他理智地分析一波利弊得失 乔念按了下鸭舌帽 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回去 我跟他们连认识都算不上 为什么要回去继承记家 把记家发扬光大 说难听一点 记家 跟我有什么关系 记家死活跟他都没关系 他看过记家族谱 只有记情的名字被打了一个叉 并且看尽南连有一个姑姑都不大了解就能猜到 记家内部也不承认有记情这样一个人存在 既然记家从头到尾都没有将他们当一回事 记家需要人了 他为什么要搭把手 他真不关心记家如何 只希望记红远也好 和林也好 包括记紫英 这些记家人都不要来招惹他 否则他还会像今天一样不会留情面 谢天云是核词方面的专家 他既然把笔记本都给你了 应该是喜欢你 你有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 叶望川拧开车钥匙 启动车子 不再替他外走驾 乔念喊了一声 垂下眼瞼 掩饰了眼里的疲惫 似乎有些累了 懒洋洋地靠在座椅上 叶望川透过后视镜 看他就知道他那副没放在心上的样子 就知道他不打算麻烦谢天云 他神情有些无奈 把车窗关上 打开车里的空调 低声跟女声说 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 但也知道一些 你遇到问题也可以问我 乔念逆他一眼 没问他到底在没在第一研究所待过 吴了一声 算是答应了 车子就缓缓开走了 第1945章徐义 这些是你自己写的 12月小组考核时间迫在眉睫 其他九个小组的进度都不错 只有沈清风他们的第十小组 从一开始就进展的各种不顺利 几乎卡在了那里 眼看距离小组考 还有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乔念隔天从沈清风那里要来资料 在家闭关了一整天 整理沈清风他们三人之前做的那些数据 和前期工作 将他们手里繁杂的数据全部整理出来 弄了一个新的方向出来 第二天他就带上弄了一页 整理出来的一达文件去了研究所 找到沈清风 薛珠和徐义三人 把自己打印出来的三份资料 分别发给他们 让他们先看 沈清风和薛珠还好 两人前天跟乔念吃过饭 经过关海格的事情 他们多少意识到 乔念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两人拿到东西 就找了个做的地方 先看起来 只有徐义那天没去 他拿到乔念给他的厚厚一达资料以后 并没有向沈清风和薛珠 直接翻看起来 而是取下脸上蒙的实验室的透明面罩 促起阴气眉头 不大耐烦地颠起来 靠在实验台边 问这是什么 我整理的实验数据和一些新的方向 乔念走到一旁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懒洋洋地拉开椅子坐下 手捧着水 挑眉看他 三份都是一样的 你先看看再说 徐义第一时间觉得他说的话很荒谬 什么新的实验方向 他一个新人 之前没有系统接触过实验 他恐怕连什么是实验方向都不懂 徐义尽管心里不以为然 但薛珠和沈清风都给女生面子了 他也不好太过苛刻 免得被人误会 他欺负小组新成员 我知道了 我看一看 徐义面无表情翻开手里的文件 垂眸看去 他一开始没用心去看 打算随便翻两下就得了 谁知道他翻开乔念给他的东西以后 发现上面各项实验数据排版合理 条理清晰 有些手写的部分字迹也是龙飞凤雾 之前他们的很多东西 在上面都能一目了然地找到 并且女生还把他们前期的一些数据 做了归纳整理 用红色标注出可能存在错误的地方 蓝色是存在争议 可以再实验一次的地方 徐义神情不由地认真起来 他也不再漫不经心地靠在实验边了 看到上面标注的某些数据 他还面色一宁 赶紧找到电脑 调出之前做实验时的记录一一比对 发现的确实 他们实验存在漏洞 导致数据发生偏差转移 一次两次三次 四次如此 他就不得不推翻自己心头的偏见 以认真的态度 对待起自己手里的这份资料 两个小时过去了 徐义第一个看完 他整个人靠在椅背上 许久没有能回过神来 还沉浸在乔念提出的新方向里 仿佛之前两个小时里 他跟随女生的数据 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实验一样 这些是你自己写的 徐义短暂试神以后 就拿着手里的资料 眼巴巴地询问女生 第1946章念解 这恐怖惊人的天赋 乔念一直耐心地在那里玩手机 等他们先看完 一直到徐义问他 他才抬起头 第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顿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恩 他跟秦四他们 在组队玩游戏 秦四见他在游戏里 站着没动 又发消息过来 问他是不是断网了 乔念跟他回了个微信 再放下手机 重新看向徐义 说 我只是提出一些理论 我得出的数据 是用电脑模拟 实验室模拟出来的 实际上的实验结果 未必跟电脑模拟出来一样 不过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吧 如果我们确定 要朝这个方向走 那接下来的这半个月 就需要做大量的实验 来证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徐义许久没说话 似乎没有从他说的 这番话中回过神来 看他的眼神 有了些许的变化 起码没有之前的轻视了 你 光通过电脑模拟实验 就做出了这份资料 不怪他这么震惊 久久无法平复下心情 主要是乔念做的 这份资料太牛了 他可以肯定 这个资料 就算拿到各级实验室里 也是一个顶级的实验雏形 包括乔念 在最后提出的那个新方向 简直就是实验的狂想 很狂妄 但是按照他的方法 真的有可能实现 徐义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让自己震颤的心脏 平复下来 终于正眼正视起 自己小组的新成员 面色平静地说 我没有意见 我愿意搏一搏 沈清风和薛珠 看得慢一点 沈清风还能勉强看完 乔念提出来的构想 和想干什么 薛珠快被各项繁复的数据绕晕了 他看前面还能思考 看到后面完全就是被 乔念的思想带飞 两人前后脚放下资料 沈清风面色严肃 似乎下定决心 我也没意见 露大BV7 3 他偏头 薛珠 你呢 薛珠才放下资料 满脑子都是乔念 提出来的实验方向 阿了一声 反应过来 马上举手 没意见 干 整个小组成员都没意见 这件事几乎是当场敲定 沈清风是小组长 他在实验方面比较有经验 又是最早进第一研究所的人 他马上表示 我会跟所里争取一个单独的实验室出来 小组考核之前的半个月 我们可能要熬夜了 我去拿材料徐一花不多 但说的话全是关键点 薛珠就笑了 那我做实验前期的准备吧 他笑完还回头 难掩心里兴奋地跟乔念说 大佬 你呢 乔念捶下眼睫 伸手拉了下鸭舌帽 吾了一声 在三人的注视下 声音挺平静地说 我没做过正儿八经的实验 对这些不大了解 还不知道真正的实验应该怎么做 我听你们的 他没做过实验 却弄出一份屌诈天的完美方案 这 说出去几个人信 这天赋怕是要逆天了 沈清风缓过神来 笑 嗯 你跟着我们做几次实验就知道了 其实实验室做实验和电脑模拟实验差不多 你多做几次就明白了 行 女生简单扼要的应声 没啥意见 这件事就这么敲定了下来 第1947章 垃圾翻了身也是垃圾 石小组一直是小组考核最后一名 连沈清风都快认命了 薛珠更是早就躺平 三人中只有徐毅 还对12月考核抱有一丝丝的希望 但就算是徐毅也没敢幻想拿到好名次 他最多想一想 12月考他们不再是吊车尾的那一个 现在乔年的方案一出 只要他们能用实验证明这套理论的可行性 他们12月小组考 指不定会摆脱眼前的困境 不说哪个前面的名次 起码不可能再吊车尾 三人都有一种狂热的兴奋感 几乎立刻分头行动 去做实验前期准备工作去了 乔念被留在小实验室里 沈清风给他调出来一些初级实验的视频 让他先看看 然后去申请接下来半个月时间里 24小时的实验室全线去了 他们都走了 乔念就一个人待在实验室里 大概参观了下实验室里的大小器材 然后 给问他回不回去吃饭的夜网川 回了个消息 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 十小组的人几乎全员 泡在沈清风申请下来的一个 终极实验室里 死亡之组突然上进 也让研究所不少新人分外好奇 再加上12月的小组考临近 大家柴鱼饭后的休息时间 常常把这件事挂在嘴边上 当成笑料来谈 周五 12月小组考进入倒计时 只有三天不到的时间了 这一天 季子英所在的第一小组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实验工作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他们刚走出实验室 一行人就看到薛珠和乔念 在拿一个实验用的导向管回去 看两人形色匆匆 往实验室的方向走 季子英眯起眼眸 微微抬起下河 问了下身边人 他们在干什么 季子英这半个月也在忙 他距离上次观海阁吃饭 已经半个月没见到乔念了 虽然他隐约觉得 他们那天被观海阁的经理撵出去 和乔念有关系 但他自己亲自去过京市 很清楚 乔念以前一直在戏国生活 别说来独立州了 他都没在京市待过多久 季子英自觉 乔念没那么大人脉 能认识观海阁经理 所以他觉得 观海阁经理口中 那个尊贵的客人 不是指乔念 只是乔念恰好在那里而已 季子英想到这里 不由皱眉 又看向走廊镜头 走廊镜头 乔念跟薛珠的身影 已经消失不见 大概是进了某个实验室 季子英收回目光 不大在意 他们啊 则 说起来也搞笑 我听人说 十小组的人 这一次格外拼命 似乎想在12月的小组考核里 打个漂亮的翻身仗 季子英身边的一个小组成员 微微一笑 用略带讽刺的语气说 他们就算在努力又如何 垃圾就是垃圾 垃圾翻了身 还是垃圾哦 这一次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以前他们小组是三个垃圾 现在多了一个 成了四个垃圾 他嘴巴又损又刻薄 引起一行人 毫不掩饰的吃笑声 不过 逆组的这一些人 不是在笑他 而是在嘲笑他口中 那几个不死心的垃圾小组成员 第1948章望言 乔神 恭喜啊 季子英文言只是挑眉 似乎才想起来似的 我记得帝氏小组这一次小组考核的研究方向跟我们一样 恩于海笑了笑 嗤之以鼻道 他们学我们呗 不自量力 谁不知道小组考核最忌讳研究方向一样的情况 一般差的一方能拿到的分数比平常要低许多 他们非要跟我们撞 纯粹找死 你别这么说 季子英遮掩住眼底情绪 玩耳一笑 听不出他是调侃还是认真的 他们这一次多了一个新人王 指不定会给我们惊喜 什么惊喜 惊喜的又是最后一名一个圆圆脸接话 他就是之前说始祖的人全是垃圾的刻薄女生 季子英没有反驳 也没生气 动手聊了聊头发 不再关注实验室的情况 跟身边围着的几个人道 我先把我们的实验成果拿给我导师看看 看他觉得如何 如果他觉得有要修改的地方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再辛苦一下 尽量把这个做到最好 他一开口 其他人自然是各种附和 季子英知道这些人巴不得他去找顾恒波 让自己导师帮忙把关 不过他自己也想在这次十二月小组考中拿到好成绩 大家目标一致 他也不在乎做一个顺水人情 他临走之前又看了看空荡荡的走廊 想起女生和地势小组的人搅合在一起的背影 不由地吃笑了一下 季子英甩头 走得头也不回 十二月的小组考核 他是在毕德 转眼就到了小组考前一天 乔念晚上十点才跟沈清风和徐毅他们做完最后的一次检查 确定结果无误以后 他实在困倦了 跟沈清风和徐毅他们道别 拿上自己的外套 走出了第一研究所大门 十二月独立州天气寒冷 户气都能看到白色青烟 临近十点 第一研究所外面只有路灯还亮起来 乔念一出来就看到路口停着一辆黑色月夜 车上的人大概看到他了 车门打开 夜网川从车上下来 朝着他走来 乔念远远的还看到副驾驶上还坐着一个人 大概是秦四 漏打BB7 三 他还没看清楚 一条围巾围在了他脖子上 把他露在外面的皮肤包裹得严严实实 然后就是一杯热奶茶塞进了他手中 男人声音清浅给他捂好围巾 问 冷不冷 还好乔念看到他眼睛 恍惚了一下 连起压黑的眼睫 呜了一声 我做完了 嗯 那个研究 我做完了女生壮丝不经意又说了一次 夜网川 一时没理解到他的意思 转念就明白 乔念在跟他汇报这次研究的进度 不由地勾起嘴角 心情很不错 牵着他的手往回走 一边声线低唇的轻笑一声 略带调侃的语气 乔神 恭喜 乔念每次听到他叫自己 乔神就心服气躁 他正好到了车前面 副驾驶的车窗摇下来 果然是秦四在里面 秦四裹着羽绒服 露出一张俊朗的脸庞 嬉皮笑脸的马上道 我本来想下去接你的 结果望一个狗逼跑得比我快 我就没好意思过去打扰你们乔妹妹 我让你 第1949章乔妹妹 你下凡尘了 乔念正好被某人一声 乔神刺激到了 跟他说了声不用 顺手拉开后排的车门 干脆利落地上车 秦四一看就知道望爷估计 又敢审马撩人家了 他作孽地摸了摸自己鼻梁 被迫塞了一口狗粮 极其熟练地消化了 然后趁夜望穿上车之前 想到什么似的 有些兴奋把头伸过去 问 乔妹妹 明天就是小组考核了 你怎么样 紧不紧张 这次有没有信心 乔念刚收到沈清风发来的 让他回去早点休息的消息 还有跟他说 早上八点半 在阶梯教室集合的事 刚回完 闻言 聊起眼皮 一双清亮的黑眸看他 就一个眼神 乔念话还没说 秦四已经秒懂答案 十分上道地摸摸自己耳垂 露出一脸我懂了的表情 你不用回答我了 我知道了 乔念挑眉 脸上有些欣慰的表情 声音微雅 漫不经心的 我还没说话 他貌似一句话还没说 他就知道了 秦四就笑了 偏女生一眼 笑嘻嘻的 问就是第一 对吧 乔念看他半晌 默默地收回视线 将手机放下去 垂眸 有些不经心地说 这次不一定 秦四还是头一次 听他说不一定 略感兴趣 刚要问他 夜望川绕到另外一边上车 把车内空调打开 车内暖风浮动 温度一下子升高起来 和外面寒冷的夜风 形成鲜明对比 你们在聊什么 男人声线 低沉好听 情似过躁的强化 明天的小组考核啊 我再问乔妹妹 明天有没有信心 他说不一定 露的DV7 三 夜望川也很少从女生口中 听到不一定这种不确定的词 乔念的字典里 一直只有绝对的自信心 那种自信心 不是盲目的自信 而是对自己能力的认知度 他偏过头 也看向后排的女生 乔念被两人直勾勾地看着 抿了抿唇 伸手扯下鸭舌帽 一脸无奈地看他们 你们看我干什么 情似没说话 那眼神仿佛就在说 你还有不一定的时候 不是乔念顿了顿 又有些无语伸手扶鹅道 我是人 又不是神 我之前没系统接触过实验室 最近一个月才开始系统的接触 有些东西我也是刚开始摸索 算是初学者 实验室实际操作的难度 比电脑模拟实验的难度大得多 电脑可以为你规避掉一些常见的错误 但是现实中的实验室 不会有大数据替你去筛查这些 一个小小的失误 都有可能导致一场失败的实验结果 而他要进行一场完整的实验 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乔念也是在逐渐地摸索探究 不过好在沈清风和薛珠他们 会时不时地跟他讲一些实践的经验 徐一话不多 但时不时也会带一带他 从某方面来说 乔念在实验室的确是一个新人 他这么一说 秦四总算收回视线 拍了拍胸口 嘴上还絮絮叨叨 我去 乔妹妹 你说的我头一次觉得你下凡尘了 终于跟我们这种屁民 有一样的烦恼了 第1950章念解 别在意 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特么还以为你是考试的神 什么考试都能随便拿第一 原来你也有拿不到第一的时候 咋 咋说 这种感觉 他还没说完 乔念就瞥他一眼 身体往后一靠 手搭在后脑勺上 懒洋洋地打断他的碎碎念 我也没说我拿不到第一 一句话成功让秦四闭嘴 秦四 那您说个啥 女生一双眸子 仿佛能看透他内心在想什么 又笑了下 挺轻松的表情 恩 随口说一说而已 当真了的秦四 乔念跟他开个玩笑而已 眸光低廉 震了正神色 咳嗽了一声 咳 这次真不一定 我不了解其他小组的进度情况 反正我们把我们要做的方向论证了 剩下的就看明天吧 他预估这一次他们不是第一也不会拿倒数第一 至于他们具体能拿到第几名 就看明天其他小组的情况 隔天 第一研究所12月小组考核当天 乔念八点半准时到达考核的大阶梯教室 他到的时候 大阶梯教室里已经有几个小组的人 不少人聚在一起相互交流 他进去就看到角落里的徐义等人 和其他人热聊不同 徐义 沈清风等人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所有人都直接避开了他们 就跟赌温神似的 乔念无了一声 垂眸走进去 穿过大阶梯教室的人群 静止走向三人 他是这一次的新人王 第一研究所开天辟地 投一个第一轮满分 第二轮百分之百完成度 完成八级模拟实验的人 乔念在第一研究所的新人里 属于比较扎眼的一个 特别他本人还不像是个搞研究的人 Loda BB7 3 哪怕在不看重外表的第一研究所里 私底下也有人喜欢讨论 今年新进来的新人王的惹眼外表 只不过乔念平时深入简出 大部分时间都跟沈清风他们一起蹲在实验室里搞研究 第一研究所的人也很少看到他本人 乔念一出现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目光 就是他 第十小组 他一路走过去 大概能听到一些零碎的 比如第十小组死亡组最后一名之类的话 不过乔念没在意 顶着所有人瞩目的目光 一路静止走向徐一等人 徐一他们早就习惯了第一研究所的人情冷暖 也被排解习惯了 所以当他们到了大阶梯教室 没有一个人过来跟他们搭话 他们也不在意 三人围在一起 还讨论了一下等下谁上场的问题 正好沈清风看到女生朝这边走过来 他眼前一亮 扬起笑容跟乔念打招呼 乔念 这边 他以为乔念没看到他们这里 实际上女生全程目不斜视 一直就是朝他们走过来的 乔念一走到 薛珠就拉住他 笑 我们正在商量 等下由谁上场去讲解 小组考核不算是考试 也不是竞争关系 但代表了荣誉 大家都竭尽全力 想要在十二月关键的考核上 拿下一个好成绩 也好让实验室的各大负责人 看到自己的能力 所以每一个小组上去讲解的名额 也非常珍贵 一般都是小组里的核心组员 才能上去 第1951章 由徐毅代表小组上去 乔念 你上去如何 沈清风围过来 直截了当地开口问女生 薛珠也是这个意思 对啊 我也觉得你上去比较合适 我们这一次能顺利完成这个实验 拿到成果 全靠你之前整理出来的资料 你代表我们小组上去最合适 徐毅没有说什么 却也没有否认两人的话 一双清冷的眼眸看向乔念 明显也是认可乔念上去的 乔念却取下鸭舌帽 放在桌上 拉开一张椅子坐下 十分散漫的开口 我就不上去了 为什么 沈清风以为他是不好意思上去 赶紧道 乔念 你别多想 我们三个人都认可 你这一次的付出 我们就是觉得你占了这个实验成果的主要部分 由你上去代表大家讲解 合情合理 你虽然还是新人 但是我们小组没那么多规矩 你值得拥有这个机会 乔念纯扬了扬 在他们的注视下摇摇头 手搭在桌上 眼瞼一该 我上去容易被针对 三人都看向他 乔念也不隐瞒 慢条思理地说 你们应该也听说过 第一研究所有一部分人不喜欢我 与其我上去 不如你们其中一个人上去 他扭头 忽然看向一直没说话的清俊青年 徐毅 等下你上去吧 薛珠性格太跳脱 在大场合上容易紧张 紧张就容易犯错 而沈清风倒是沉稳 但沉稳过头 有些过于刻板 不大适合上台讲解这种角色 只有徐毅 属于两者之中的性格 乔念观察过他 他平日里话不多 不过言辞犀利 提出的观点角度刁钻 是个大气型的性格 平时不显山露水 关键时刻能hold住场子的那种人 我 徐毅眼神中流出一丝惊讶 还有一丝丝的错愕 指着自己 完全没想到 乔念会把这个机会让给他 恩 你 女生点点头 雪白的下颌精致流畅 目光有信任 有鼓励 徐毅有一瞬间的沉默 捏着手 忽然就有点狼狈的 不敢跟女生的视线接触到一起 其实他在薛珠提出 由乔念代表他们小组上去的时候 内心是有一丢丢的失落 和说不出的复杂情绪 只不过他看出 沈清风也有这个意思 小组一共就四个人 他不可能跟大家唱反调 再加上他心里清楚 乔念这一次的确占据了主导地位 他们的成功离不开乔念的帮助 所以他强压下心头那点复杂的心情 没有说什么 你能去吗 雨生的声音清浅冷冽 似乎不知道他内心之前那点不堪的嫉妒 徐一看他的眼睛 又觉得他似乎知道 甚至他刚才说的那些 都是故意要把机会让给他 他捏着手更紧了 喉咙发干 我 薛珠一巴掌拍在他肩膀上 跟他勾肩搭背 那就你了 徐一 你要给咱们组争气 让我好好扬眉吐气一次 沈清风看看坐在椅子上的乔念 又看看沉脸的说不出话来的徐一 心里大概有数了 也加入进去 伸手在他胸口吹了一下 笑 那就这么决定了 等一下要加油 第1952张傲 那还是我们厉害一点 他们在干什么 第一小组的人最后进来 之前嘲讽过第十小组 都是垃圾的那个圆脸女生 看向阶梯教室后面角落的方向 吃笑一声 他们脑子瓦特了 还是最后一名当习惯了 打算破罐子破摔 想通了 不知道于海围在继子英身边 看向嬉笑打闹的几人 不以为然地扯了下嘴皮子 他们估计努力了半个月 发现没什么用 又想开了 第一研究所的新人成员 都知道第十小组 最近半个月 几乎要泡在实验室里了 不止找导师们 申请了实验室 24小时的使用权限 还轮流蹲在实验室里 甚至吃饭睡觉 都快泡在实验室里了 继子英无所谓的 瞥上面的一眼 连话都懒得说 不想做任何评价 跟几人道 走吧 还有十分钟了 我们第一个开始 大家准备一下 不要去管不相干的人 第一研究所的小组考核 严格来说不算内部竞争 只是存在一个 打分制度的考核 所以考核不会像考试一样 还需要进行抽签牌顺序 基本上都是按照小组 顺序进行 继子英他们是一小组 所以他们排在第一个上去 乔念他们在第十个 过了几分钟 一群穿着实验室白大褂的导师们 鱼贯而入 一般这种考核 不会惊动几大实验室负责人 都是由各大实验室负责人 下面的组长们进行打分 这些人也是第一研究所的老人了 在研究所内有一定的资历 其中和技嘉交好的廖全也在里面 像这种公开场合 廖全倒是没有专门跟继子英打招呼 十分公式公办的落座 然后就是开始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的上台 展示自己这个月的研究成果 大家都知道12月考核最重要 大多将一整年下来的最大底牌 留在这一次的小组考核上面用 继子英代表第一小组上去 他将入盘插入电脑 一通操作之后 投影幕上出现了一个PPT 随着继子英开始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 大阶梯教室里瞬间安静下来 大家都听得认真 继子英本人也的确实力不俗 在台上表现得落落大方 讲解起来也是条理分明 不慌不乱 每一个字都吐字清晰 富有逻辑性 他讲解完以后 第一小组的成员 又把他们研究出来的模板搬上去 当场演示给大家看 乔念在后排看着台上的人 自信飞扬的讲解 一眼弄明白了继子英这一次的成果 自动回播采集 生成 发送等环节 真正将最新雷达检测结果 传导到配置电脑里 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 继子英缩短了这个时间差 继子英把这个回向时间 大概缩短了三秒 这个看似不牛逼 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成果 可以上顶级刊物的那种研究成果 大概类似于在SCI上发表文章 薛珠也看出来了 不过他这一次老神在在 丝毫不慌 十分淡定的双手抱胸 哦 那还是我们厉害一点 第1953章念解 我猜他没一件 乔念收回视线 头微微往后仰 漫不经心地说 再看看吧 他们也许还有别的进展 奔薛珠汗手 扭头望向台上 台上 季子英还在给各位导师 演示自己小组的成果 赢得一阵掌声 大阶梯教室下面 也有不少人在讨论第一小组12月考核拿出来的王牌 大家都在等最后打分 小组考核按照A B C D E F6种不同的等级分数给分 当然 为了方便区别 每一个分数里还有加 两种不同的小分 比如A积分乘A加 A A减 乘计逐次D减 以免遇到两个小组同样拿到A分 分不出谁更好 台上 季子英已经在做最后的总结陈述 下面做了一整排的导师们互相交投接耳在做交流 看得出来台下的导师们对第一小组的成果十分满意 交谈中频频有点头的动作 你说第一小组能拿多少分 沈清风罕见的有些紧张 忽然回头问三人 薛珠满不在乎 A吧 徐一等下要代表他们小组上台跟其他小组竞争 他一张冰块脸上罕见露出些许紧张神色 不过还算沉得住气 一张清俊的脸上没多大的表情 给出一个更精确的成绩 A减 沈清风听到他推测的成绩 不由地愣了一下 有些意外 过了半场才说 我猜得A加 他们拿不到那么高的成绩 徐一将视线放到台上 看向在台上发光的季子英 两片削薄的薄唇抿了一下 目光如炬 他的确是把自动回向的时间提高了三秒 不过这种在原有技术上的优化成果 一般情况下不会给高分 他们能拿到A就不错了 季子英在陈述的时候 还犯了一些小错误 还要扣掉一部分分数 我估计他们是A减 他说完 不知道哪根筋不对 又偏过头 把话题引到桥面身上 你觉得呢 带着鸭舌帽的女生 大概率没想到 徐一会把话题推到他头上 懒洋洋的偏头看向台上的人 季子英在等待最后的结果了 从他脸上的表情能看出 他这一次是在必得 乔念收回视线 勾起红唇 A减 他话音刚落 几个导师已经打出 给第一小组的评审结果 第一小组综合成绩A减 大阶梯教室里面又是一阵议论声 后面的小组已经开始哀嚎起来 毕竟小组考核很难拿到A类成绩 一般都是C或者D 还有人拿更差的成绩 比如第十小组号称死亡之组 就因为他们次次拿F A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成绩 季子英心里有一点点的失落 被他很好地遮掩住了 他在第一小组组员的簇拥下走下台 远远地朝着阶梯教室 被孤立的那个角落望了一眼 乔念就坐在最后面的一把椅子上 似乎勾着头在玩手机 整张脸都遮掩在鸭绳帽下面 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他们小组的成绩 他又面无表情地收回视线 将注意力放在后面上去的第二小组身上 第1954章居然不是乔念上去 接下来上去的第二小组 第三小组 到后面第八小组 最后的成绩全部在正常范围内 大部分都是C或者D 其中第六小组表现得格外出色 拿了个B减的成绩 第六小组的人全部高兴地尖叫起来 眼看着台上第九小组也讲完了 十来个导师给完成绩以后 面上已经露出疲惫的神色 看得出来大家都累了 第九小组拿到成绩不大理想 是D 是这一次最差的成绩了 代表自己小组成员上去展示的人 哭丧着一张脸下台 眼泪花都要包不住了 下去就抱着自己朋友一副渲染玉气的样子 第九小组的组员们心里虽然都挺难受的 不过好在他们后面还有一组 介于对方长期都是F的成绩 他们还算能淡定下来 安慰了自己的组员一番 就等着最后一组上去 最后一组可以上来了 撂拳扔下手中的钢笔 面色疲倦 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没什么情绪地提醒下一组上来 几个导师们都知道第十小组的水平 大部分人没有之前的严肃认真 该捧着保温杯喝茶的喝茶 互相聊天的聊天 明显就是没把最后一组放在心上 大阶梯教室里有人已经想走了 只不过按照研究所的规矩 十个小组的考核必须全部进行完 所有人才能离开阶梯教室 中途不能离场 所以所有人只能等待一组上去 纪紫英也一直在等最后一组上去 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角落的方向 本以为这一次会是乔念代表地势小组上去 没想到在众人的注视下 徐毅拿起了笔记本电脑 被板挺地笔直地往台上走去 是徐毅 我还以为这次还是沈清风上去 则 他们几个谁上去有区别吗 反正都是最后一名 谁上去都一样 阶梯教室里响起一阵议论声 约海看到站在台上开始从容地插入入盘的徐毅 在望向纪紫英 满脸不屑地开口 我还以为那个新人王会上去 则 他还挺聪明的 知道这种场合上去只会丢人 知道躲在别人后面 不过他躲着不上去也没用 小组考核看的是小组成绩 徐毅上去拿到F 他也只有F的成绩 纪紫英不至可否 低廉眼眸 只说先看看再说 也许他们这一次有进步呢 他们选了跟我们一样的研究方向 这种事是小组考核的大计 我们在他们前面展示了成果 又拿到A类的结果 他们能拿到什么好成绩 于海看着台上的徐毅 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吃之以鼻 纪紫英不再说话 但心里隐隐声腾起一种不安的感觉 他总觉得乔念表现得太过淡定了 如果帝氏小组没有藏着杀招 为什么他们拿到A类成绩以后 那几个人都无比淡定 似乎并不怂 不怕跟他们正面硬刚一样 话别说得太满 先看看再说 他这么说了 于海也只能按捺住看热闹的心情 看向台上 第1955章 他们把自动回波探测精确度提高了 徐毅很快就做完前期的准备工作 他深吸一口气 看向台下早就兴致缺缺的导师们 并没有气馁 他手覆盖在鼠标上 操作鼠标键盘 翻出自己文件夹里准备好的入盘内容 一张清俊的脸庞 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稳重气质 开始了自己的讲解 一开始并没有人认真听他讲话 台上的导师们在喝水休息 台下的其他小组组员们 玩手机的玩手机 互相问晚上吃什么的 在聊吃饭的地方 但是随着他有条不紊的讲解 开始有人被他吸引过去 竖起耳朵认真听起来 当第一个认真听进去的人 惊讶地跟身边的人说 我草 帝师小组这个太逆天了吧 什么 他身边的人被他吸引进去 也竖起耳朵听起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 徐一讲的东西 就越来越多的人 正视起最后上去的 这一组的成果 这些人里面也包括了 廖泉在内的做成一派的研究所导师们 这是 不会吧 两个导师交头接耳 都从对方脸上看出震惊之色 廖泉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手也捏紧了 徐一还在继续讲解 他们这半个月来不眠不休 搞出来的成果 他跟乔念想的一样 比薛珠沉稳 比沈清风言辞犀利 青年冷军的外表 配上他侃侃而谈的成果 仿佛聚光灯照在他身上 这一刻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徐一不错啊 角落里薛珠砸把着嘴 不由地感慨道 我以前怎么注意到他长得还不错 今天站在台上了 才觉得他贼帅 他讲得不错 沈清风也露出欣慰的表情 一双眼里全是迸发的光 有清和力又热烈 露的BV7 3 只有乔念是三人中最镇定的一个 女生双手环抱住胸口 十分淡定地看着台上徐一的演讲 徐一把他们这次的成果完美地展示出来了 他先把入盘上的内容讲了一遍 然后就拿出他们实现准备好的实验 当场给研究所的导师们做了一遍实验 拿到实验数据以后 他再把之前他们反复做过的十几次实验数据拿出来 罗列给所有人看 来论证他们做出的推理是合理有效的结果 等徐一讲完 一个研究所的导师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框架眼镜 一脸严肃地跟他说 你先稍等一下 我们要商量一下 徐一平日里冷漠 但在大场合十分注意礼貌 谦恭地表示各位导师可以慢慢商量 有问题可以问他 他不着急 台下 纪紫英他们在第一排 此刻纪紫英面色已经微变 捏紧了放在身侧的手 他们把自动回波探测精确度提高了 云海等人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纪紫英从小在纪家长大 享受着技嘉最优质的资源 他接触的比其他人接触的多得多 他很清楚地势小组这次的成果是多么大的一个轰动 我们是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 他们不是 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法 什么是实验研究 科研就是创新 第1956章徐一特意把这个机会给你 他们这一次之所以只能拿到A减的成绩 就是因为他们的成果不算是创新 只是优化 而第10小组这一次的结果属于创新 既是创新 也是优化 纪紫英面色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乔念有这么大能量 进了死亡之组都能带动这些人 他的天赋就这么恐怖吗 纪紫英忽然被危机感包围 眼神也变得闪烁起来 脸色更是苍白难看 气色十分差 围城一排的十来个导师们总算商量出结果了 这一次由廖泉出面 一脸严谨地看向徐毅 询问他 你能再详细地跟我们说一说你们这个算法吗 徐毅坦然道 当然可以 所有人屏住呼吸等他解释这个算法 徐毅却忽然抬起头 望向阶梯教室最后一排的女生 抿了抿唇 收回视线 忽然看向一排的导师们 清冷地开口说 我可以让我们一个组员来解释吗 廖泉一愣 貌似这个要求也不过分 他就点点头 可以 徐毅祥也不想地点出一个名字 乔念 这是你想出来的算法 你跟他们解释一下吧 刷 几乎全场目光全落在最后一排 低头玩手机的女生身上 他将手机放下 抬起头 才注意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身上来 乔念 他沉默了两秒钟看向一脸兴奋的薛珠 声陷沙哑 所以小组考核还可以两个人分开讲解 原则上来说不可以 但是这一次是导师们先提问的 所以算例外 徐毅特别把这个机会给你薛珠兴高采练 他可以不要吗 但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解释 乔念骑虎南下 抿了抿唇 气场强大的站起身来 下意识地摁了下自己的鸭舌帽 慢条四里地开口道 这个算法很简单 就是利用多普勒镜像速度中值 反射率因子水平突变率和反射率因子垂直梯度 在雷达体扫描最底层PPI上逐库处理 以识别超折射回波 他伸手 漫步精心地拉了下茂盐 在一片安静中 态度散漫地总结出结果 所以这个算法可以运用在雷达检测等各方面 之前推着框架眼镜的导师 目光炙热地看向他 你们给这个算法取名字了吗 第1957章念节 名字就叫超级算法 乔念了起眼皮 想了想 说 名字就叫超级算法 真 一目了然的好名字 简单粗暴 就是比一般算法屌的算法 季子英在听到超级算法的时候 皱了皱眉头 总觉得自己在哪里看到过类似的说法 他一事半会儿又想不起来 时间没有等人 几个导师又一次交头接耳的商量之后 给出了第十小组这一次小组考核的成绩 A家 这个成绩一出 全场哗然 大家议论纷纷 但议论归议论 谁也没有质疑这个结果 只有第一小组的人全员脸色难堪 一行人匆匆离开阶梯教室 外面 季校专门来接季子英 飞色的林肯停在第一研究所外面格外气派 季子英看到季家的车脸色沉凝 低头匆匆上车 他上车以后就看到车上的季校 眼底的音质更深 小姐 回住处吗 前排司机在问季子英去哪 季校大手一挥代替他回答 先去我那里 司机应了一声 启动车子 按照季校说的地址开去 一路上 车上十分沉默 季子英似乎心情不好 自从上车开始 一路上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 微微闭上眼睛 不知道在想什么 LodaBV7 3 季校原本等着他的好消息 见他这副表情 心不住地往下沉 终于憋不住气 问他 你怎么不说话 怎么一回事 难道小组考核出岔子了 季子英睁开眼睛 眼底一片密凉 放在身侧的手指头捏紧 指甲掐紧手掌心的肉里 季校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 自顾自的在那里说 你不是把这一次的成果 拿去给你老师看过 连你老师都说 这一次你们能拿第一 顾恒波是第一研究所的权威第一 顾恒波说 季子英他们这一次的小组成果能拿第一 那就是八九不离十的事情 季校真没想过 季子英会在这一环出岔子 可他看季子英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不由得心头发慌 季英莫非真出岔子了 季子英被他追问得心浮气躁 无法静下心来 文言笨住太阳穴 心烦意乱地说 我 我们没拿到第一 你们没拿到第一 季校一脸震惊 拔高声量 显然对这个结果极为惊讶 迫不及待地问他 你们没拿到第一 那谁拿了第一 他声音戛然而止 心头生起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果然 季子英的声音并奄奄地 谱出一个名字 乔念 他所在的小组拿了第一 还弄出来一个超级算法 又是他绩效微微失神 一时片刻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一个不是独立舟的土包子 怎么会有这种运气 车上逐渐安静下来 气氛低沉 两人谁也不想说话 季子英被这种低沉的气氛折磨的心头更加难受 他伸手打开车窗户 让外面的凉风吹进来 冷风吹拂在脸上 季子英心头压着的那团火总算被风吹散了些许 可残留在心头的那种压抑和浮躁 还是让他无法彻底的冷静下来 第1958章 我看过他们所谓的超级算法 他眼角余光瞥了季孝一眼 面色凝重 我总觉得我在哪看过他们所谓的超级算法 你是说 季孝一下子来了劲儿盲看向他 他们盗用了别人的成果 季子英一脸烦躁 摇头 我还不确定 等我回去找找再说 他垂下眼瞼 遮掩住谋底的嫉恨 又低声难难 如果他们不是凭自己的实力赢得这一次的小组考核 我们就还有机会翻盘 与此同时 季家第一时间收到了这一次12月小组考核的结果 组长 这是第一研究所传回来的结果 和灵脚步匆匆将手中纸条递过去 递给坐在长桌上的男人 季凌峰接过纸条 展开来 一幕十行扫过去 他看完以后 神情略显凝重地将手中纸条丢在桌上 季红元也在这里 他忙不迭地沉声问道 组长 这一次的小组考核结果如何 六叔你自己看吧 季凌峰不多说 把面前的纸条推到他前面 他考得不错 季红元将信将疑地捡起桌上的纸条 低头看去 当即变了脸色 豁然抬起头 第一 这一次他声音显而易见地有些颤抖 激动地差点站起来 我不是听说他进了地势小组 地势小组是第一研究所里出了名的死亡组 年年考核拿最后一名 今年季子英又找了顾恒波给他把关 怎么会没拿到第一这 和铃耳目灵通 早就打听到了一些研究所的内部消息 此刻恭敬的插话 为他答疑解惑 我听第一研究所的人说 小小姐他们所在的那一组 似乎搞出来一个什么超级算法 这个超级算法可以将自动回波 应用到雷达探测领域 所以研究所那边破格给出他们A加的成绩 季小姐这一次考核的成果虽然也不错 但只拿到A- A加和A-看起来都是A级 可中间却实打实的差了三个等级 可以说两者代表的成绩中间天差地别 季宏远一听到超级算法 可以运用到雷达探测领域 一张沧桑的脸庞面色一变再变 浑浊的眼睛中迸发出炙热的光芒 雷达探测领域看似不起眼 但世界上所有先进的武器 几乎都涉及到雷达探测 它几乎是毫不犹豫的望向机灵风 有些坐不住了 火急火燎道 不行 我们必须要把人认回来 继灵风倒是没有他这么沉不住气 瞭起眼皮 反问道 怎么认 继宏远一愣神 顿时想起来之前他找过女生一次 女生冷漠的态度 他犹如被人都投浇下一盆冷水 淋了得透心凉 不过就算这样 他依旧不死心 之前我也想着再磨一磨他的性子 他的性子太狂了 直接认回来容易惹事 我想着他进了研究所肯定会被排挤 我们偏不管他 等他吃了亏 我们再去找他 跟他好好聊一聊 他是个聪明人 应该知道自己要怎么选择 第1959章 季家更想把人认回去了 季洪远眉头紧拧 想起女生桀骜不驯的性格 他就心烦意乱 可这种烦乱远远比不上小纸条上成绩带给他的震撼 季洪远抿了明嘴角 苍老的脸上头一次露出妥协的表情 我原先就是这么想的 他磨了性子回来以后也会听话一点 乖乖地听从家族的安排 宁老的意思是 何林一开始就知道这个办法行不通 乔念一看就不是那种磨得了性子的人 季洪远苦笑一下 自认为让步了 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意思 他这种恐怖的天赋 我们绝对不能放任他在外面被别人利用 他是我们季家的血脉 理所当然应该回到季家 他说的理所当然 也不想一想上一次他见到乔念是个什么态度 他那个时候可是把姿态摆得很高 大有等着女生后悔回头来求他的意思 季洪远这会儿似乎全然忘记了 只记得乔念是季家流落在外面的嫡系血脉 却不记得季家一开始并不打算把乔念认回去 害怕乔念丢了他们季家的脸面 要不是这一次12月小组考核的成绩出来 他的盘算里是还要再磨一磨女生的性子的 我再去找找他 季洪远大概心里清楚自己上一次的姿态摆得太高了 乔念又是个桀骜不驯的狼仔子性格 他越是姿态摆得高 对方越是不肯低头 季洪远这一次打定主意要放低姿态 小只一里动之一情再劝一劝 务必将人劝回来 我这一次会好好跟他说 我们跟他是亲人 他没道理愿意漂泊在外面也不回家 另一边 季子英已经回到家 LodaBV7 3 他到家以后洗了的澡 换上浴袍 坐到电脑前面 打开检索的引擎 输入了超级算法几个字 敲下Enter键 检索引擎很快搜索出一大堆相关的文章 季子英目光在上面搜寻起来 似乎想从上面找到相关的内容 不过网上能查到的大部分都是一些百无聊赖的东西 只是打着超级算法的噱头 点开里面的内容跟所谓的超级算法没有一点关系 他不由的有些失望 但季子英并没有死心 他在网页上找了一圈没找到相关内容 又操作鼠标登陆了一个论坛 这个论坛是隐藏的域名 看起来十分的神秘 季子英输入域名后 立刻弹出一个需要验证码的小方框 他在顾恒波那里拿到过账号密码 所以并不担心 十分熟练地输入顾恒波的账号和密码 敲下回车键 很快 他就顺利地登陆进了论坛里 论坛本身并没有登陆验证时那么神秘 似乎只是一个普通的论坛 季子英进入论坛以后 开始在浩瀚如海的帖子中翻找起来 他还算聪明 没有去找最新一年份的帖子 而是从三年前开始找起 专门去翻找一些沉下去的帖子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他找了两三个小时 眼睛已经看得有些干涩发胀 人也变得疲惫起来 难道是我记错了 就在他喃喃自语自己都快要放弃的时候 忽然一个四年前的帖子映入眼帘 第1960章找到了四年前的帖子 发帖人署名X 未知数 帖子的标题非常简单粗暴 论雷达探测全新计算方式的可行性 季子英如获至宝 他急不可耐地用鼠标点开这个帖子 发帖时间在四年前的一个下午 发帖子的人在帖子里记录了下自己的思路 他提出了回波脉冲在摄像中的传播时间也会改变 结果是回波位置移动 然后就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算法 名字叫超级算法 发帖子的人当时显然只是随意地 将自己的一些零星想法记录下来 内容比较松散 也没给出具体的实验数据证明 他提出来的全新算法的可能性 所以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帖子 这个帖子下面也没有人回复 季子英整个帖子看下来 只看到零星一两个人的回应 还是在问无关的问题 而这位发帖人X似乎性格很冷漠 哪怕零星一两个回帖的人 他都不怎么搭理 只在帖子下面回复过一个人 季子英看了看他回复的那一条 清清紫荆 小朋友 你这个算法挺有意思的 有没有时间用实验验证一下 下面是X的回复 十分言简意该 X 我现在没空 以后再说吧 季子英心脏跳得很快 他几乎能听到胸腔中发出的证明 咚咚敲打他的血管 他又将帖子拉回去重新看了一遍 X提出的超级算法只是一个半成品 但他可以确认 第十小组的超级算法就是脱胎于这个半成品 只不过是在这个半成品的基础上做了完善 也就是说 瞧念他们存在剽窃 季子英反复地确定了这一点 没有丝毫犹豫 马上给论坛发了一个消息 他在发出去的消息里 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次研究所小组考的情况 顺带附上X4年前发的帖子的链接 以证明自己没有乱说 LodaBV7 3 季子英做完这些 就安心得等待起论坛那边的反馈 他不怕论坛这边不给他反馈 相反的 他知道这次事情的严重性 还知道瞧念他们这次惹到了 多么不能惹的一个组织 无辣 第十小组竟然剽窃 窝卧论坛上成员的东西 一旦窝这边知道了 一定会处理 到时候 瞧念和第十小组的成员 又该怎么解释这一切 季子英突然想要快点看戏了 瞧念还不知道 他拿了个12月小组考的第一名 还没走出第一研究所的大门 就有不少人盯上他 他前脚刚走出研究所 后脚就有人在后面 喊他的名字 瞧念 双手插都往外走的女生 不由地停下来 回头看去 徐一快步跑过去 白皙的额头 觅出一层细汗 阳光下那张清冷的面庞 格外的帅气 他跑到女生面前停下来 手撑着膝盖 微微有些喘息 等喘气均匀了 徐一将手里的东西 硬塞给女生 给你 他塞过来的东西硬邦邦的 棱角凌厉 有些裸手 瞧念低头一看 是一把黑色的钥匙 他几乎瞄懂 这是哪里的钥匙 八级实验室 沈清风让我带给你的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交给你保管最好 徐一常年精敏的薄唇 给人一种疏离的印象 他自己倒是个话不多的人 把东西送到 就跟女生挥挥手 我先回去了 乔念目送他离开 将钥匙收起来 然后收敛起眼底的情绪 重新转身 继续朝着马路对面走 第1961张望言 你貌似被人翘墙脚了 马路对面 一辆黑色别克 正静静地停在一颗 枝繁叶帽的大树下 车上 秦四手搭在方向盘上 一不小心看了个热闹 望言 那小子翘墙脚 我看他还给乔妹妹塞了的东西 等下乔妹妹回来 你要不要问一下 叶望川坐在副驾驶上 摇下车窗 看到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女生 一张狼咽独绝的脸上 气顶神弦 似乎丝毫不着急 不用问 则秦四瞥他一眼 闹不明白 他是太过于自信 还是太相信乔念 正想说乔念也收下 对方送的礼物了 叶望川就淡淡地说 被狮子看过的女人 不会爱上叶狗 秦四足足愣了一秒钟 才反应过来 他什么意思 他莫名其妙 被人塞了一嘴狗粮 刚想反传相机说 人家那小子长得不错 又是第一研究所的 怎么就是野狗了 不过秦四还没来得及开口 后排车门 就被人从外面拉开 紧接着 刚刚还在马路 对面的女生上了车 你们在聊什么 乔念顺手拉上车门 又漫不经心地 打开车窗户 让外面的新鲜空气流通进来 没什么 随便聊了两句 叶望川随手将 早就买好的仙橙汁递过去 岔开话题 今天小组烤结果如何 对了 我差点忘了 秦四也在旁边接话 扭过头看他 乔妹妹 你今天小组烤 成绩怎么样 乔念从他手中接过水 把吸管插进去 喝了一小口 肩膀放松下来 窝在位置上 半眯起眼眸 有些慵懒随性 第一 运气好 刚好A加 他最后补充的这一句 专门回答秦四问的 考的成绩如何 他说的吊耳郎当 好似他拿了A加 纯粹只是运气好 但秦四信个鬼 看着他 已经服气了 你别告诉我 第一研究所小组 考最高成绩 正好是A加 他不清楚 有没有别更好的成绩 比如S之类的 可乔念只拿了A加 他更倾向于相信 第一研究所小组考核 就没有S这个成绩 最高就是A类 此时乔念手机 正好震动起来 他以为是薛珠他们找他 就没回答秦四 掏出手机 低谋看去 好在叶望川 十分体贴地回答了他的问题 第一研究所小组 考最高的成绩是A 我记得没错的话 迄今未知 还没人在小组考 拿过A以上的成绩 这次应该是 第一研究所第一个小组为家 情思彻底无语 再看看坐在后面玩手机的乔念 忍不住都农 他进研究所的考核 第一轮破纪录 第二轮破纪录进了研究所 第一次小组考也破纪录 我 TM怎么觉得乔妹妹 进第一研究所 是去破纪录的 乔念这个成绩 就TM离谱 大家都是一个鼻子 两个眼睛 怎么人家的脑袋瓜子 就这么好使 他怎么就没有 这么好用的脑袋瓜 就在情思 还在积分郁闷当中 叶网川敲了敲方向盘 提醒他 别停在这里了 先回去 第1962章X的真实身份 奔情思收起心头的郁闷 发动车子 调转车头 往住所开去 他们在说话的时候 坐在后排的女生 一直在低头玩手机 也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 一路上 乔念都没参与进 两人的话题里 一直在回消息 就在车子快到家时 乔念又收到一条消息 这一次 还是乌奥论坛发来的 乔念没稍微抬 脸着散漫 指尖点开来 上面是乌奥论坛 给他截图转发的 一个举报信息 里面罗列了 有人发现 第一研究所的一个新人 抄袭他的证据 乌奥论坛的管理员 给他留言 十分客气地询问 他是否却有歧视 乔念靠在位置上 拿着手机 身上气势不脸 眉宇间有少见的轻狂 手速很快地 编辑了个消息回过去 不存在盗用 如果纪紫英此刻在这里 一定会看到 他在聊天框里的昵称 赫然是X 下午南天一也听说 乔念在这次12月的小组考中 取得了一个好成绩 他主动给乔念打电话 说订了周记的包厢 晚上一起吃饭 给他庆祝一下 乔念一向不好拒绝 长辈的好意 就同意了 不过他说会带两个朋友过去 他问过南天一晚上有哪些人 确定只有纪南和谢听云 谢运等人 他就把夜望川和秦四带过去了 博锦行前天回的京士 说是九所有一点事 需要他回去处理 顾三跟着博锦行一块回去 漏达DV7 3 所以现在只有秦四还在这边 晚上乔念带两人如愈而至 包厢里 纪南 谢运等人早就到了 南天一还专门出来接他们三人 人到齐了 服务生马上上菜 各色菜肴鱼贯而入 夜望川今天穿了一件卡其色风衣 风衣一摆很长 更衬托他整个人身形修长 气度不凡 他一进包厢 先给女生拉开椅子 等乔念走过去坐下 他把椅子往里面一推 才拉开旁边的位置坐下 坐下以后 又让服务生送了一杯温热水 将乔念面前摆的酒杯换掉 换成温热水 在台谋 思维有礼貌地跟南天一等人解释道 他这几天不能喝冷的 等一下我替他跟大家喝两杯 不介意吧 谢听云早就听南天一说过 乔念每次来庄园 都有人在外面接他 那个接他的人 就是乔念的男朋友 谢听云早就耳闻过 乔念这位一直没露面的男朋友 今天看到了对方一系列的举动 是越看越满意 不由地笑着问了下女生 念念 这位是 谢运其实也在看夜网穿 他一开始以为自己儿子跟乔念 只差捅破一层窗户纸 明面上是朋友 私下指不定能发展一下 他个人还挺喜欢这个长得漂亮 又医术高明的女孩子 谁知道人家把男朋友带来了 他频频地打量自己儿子的情敌 尽管每个母亲都认为自己儿子 才是最优秀的一个 但此刻 谢运也不得不承认 眼前的男人分外出色 他挑不出半点毛病来 他也跟着打去 乔小姐 要不介绍一下 第1963章介绍夜网穿 给南天逸他们认识 乔念刚把手机放下 文言 抬眸 眼看所有人都望着他这边 等他开口 他心头忽然有些躁 另外有点不习惯这种场合 手捧着杯子 顿了一秒 声音微哑 夜网穿 另外一个是我朋友 秦四 他又想了想 觉得这么介绍有点太干燥了 又补充到 他们都不是独立州的人 这次是陪我过来 他给谢运等人介绍了夜网穿跟秦四 又偏过头 跟夜网穿他们介绍了一下 对面作者的几个人 这个是谢怡 他先介绍的谢听云 然后依次介绍了谢运 季男和南天忆 这次除了南天忆他们外 老管家也来了 老管家本来没落座 在一旁给大家端茶倒水 乔念介绍了一圈后 视线落在他身上 并没有任何轻视的态度 把他也认真的介绍给夜网穿 和秦四认识 男家的老管家有些受宠若惊 再想一想自己一开始对待女生的态度 又有点抬不起头来 脸上燥热的不行 好在南天忆注意到了 无声地拍了下他肩膀 安抚了他又激动又狼狈的心情 老管家这才平复下心情 在看乔念时 眼神慈爱多了 也没了一开始的尴尬 温和地问女生 乔小姐 你还要添点水吗 我给你再添点水吧 乔念倒是没说什么 把杯子递给他 老管家松了一口气 更加放松了 赶紧给他加了一些热水进去 重新把杯子放在女生手边上 叶望川在今是能混得风生水起 本身在交际方面就不是弱者 他只是鲜少能碰到需要他交际的场合 但只要遇到需要的场合 他的交际手腕不比秦四差 秦四就更不说了 性格开朗 话也多 一来二去 他就把包厢里的气氛活跃了起来 南天忆不知道两人的来头 但通过一顿饭的交谈下来 他隐约感觉到乔念带来的这两个 不是独立州的朋友身份不差 特别是乔念的那个男朋友 小燕 一看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起码他随便聊个什么 对方都能轻松接触话题 甚至当他聊起第一研究所的一些事情 对方都能了如指掌 似乎能洞悉第一研究所的内部 秦四跟季南更能聊到一块 两人都爱炒股 之前秦四还说要送乔念一只股票 所以当他碰到擅长金融炒股的季南 两人一见如故 季南告诉了他不少炒股的干货 还当场给他推了几只股票 互相加了好友 乔念反而是话最少的那个人 主要听他们说 一边埋头干饭 南天忆大概不知道 他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菜 基本上每一种口味都点了一道 其中好巧不巧就有乔念爱吃的辣子鸡 叶旺川一边应付跟南天忆和谢霆云 谢韵三人聊天 一边还时不时的给女生碗里加菜 他总是在乔念快吃完碗里东西的时候 又加几道菜过去 特别是乔念爱吃的那道辣子鸡 后面他干脆把那道菜转到女生面前 方便女生加菜 第1964章即加没完没了了 一顿饭下来 他给乔念加了不少菜 自己倒是没怎么吃东西 还陪着南天忆喝了两杯白酒 乔念见他冷郁般的耳垂微红 放下筷子 不着痕迹地拿开他面前的酒杯 让服务生送了一杯醒酒茶上来 再跟南天忆道 南叔 你也少喝两杯 我知道南天忆见他插手 忍不住笑了 龙眉虎目有些啼笑皆非的意思 他还想调侃女生两句 就被自己妻子在桌下拍了一下大腿 称怪道 你怎么又喝酒了 我记得你说你戒酒了 念念考了第一 我这不是高兴吗 谢听云有些无语 那你就拉着人家小夜一直喝 南天忆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老婆 当即跟夜望川说不喝了 赶紧给他认错 我不喝了 不喝了 谢听云又腻了他一眼 这才算完 正好这时 乔念起身 拿起手机跟几人道 我去趟洗手间 秦司跟纪南聊得忘乎所以 这时才注意到他 心直口快冒了句 乔妹妹 要不要我陪你去 他刚说完 反应过来 马上捂住嘴巴 嗨嗨 当我没说 你自己注意安全哈 夜望川倒是比较放心他 只轻声叮嘱了女生一句 又是给我发微信 乔念只是去的洗手间 没想到两人一个比一个反应大 有些服气 不过他拉开椅子 还是漫不经心地应了声 然后跟谢听云打了个招呼 就先出去了 包厢外 乔念并没有走远 他去了趟洗手间 出来洗了个手 正准备回去 然后就在回去的路上被人叫住了 LodaBV7 三 小小姐 乔念一听见这个声音 眉头下意识一拢 脚步停顿下来 何灵快步跟上去 拦在他前面经过几次相处 倒是摸清楚了女生的性格 没有废话 严谨一概地说 小小姐 六长老在包厢里等您 不见 果然 女生没有要见的意思 正迈开腿准备绕开她 何灵张开双臂拦住她 一脸心急火了道 小小姐 您还是见一见六长老吧 我们都跟了您一天了 乔念脚步一顿 回过头看她 一双眼极致的黑尘 里面仿佛有囚禁的猛兽 即将扑出来 你们跟踪我 何灵属然被她吓住了 不过她好歹跟在 纪凌峰身边多年 也不是白混的 一时间失神以后 她迅速镇定下来 只是心脏还微微发颤 咚咚地跳动 何灵眼睛也没敢看乔念 低头迅速道 小小姐您别误会了 我们只是有事想跟您谈一谈 不是威胁您的意思 呵 不是威胁她 他们却点破一直在跟着她 这不是威胁 算什么 警告 要挟她必须见一面 乔念嘴角弧度乖利 同人里迅速蔓延开邪宁的煞气 眼神又冷又糟 要不是考虑南天忆和谢天云 他们还在不远处的包厢里面 她可能当场就反问何灵了 只是她没打算回记家 她也不想惊动南天忆他们 乔念深吸一口气 压下胸口的躁欲 冷冷的抬眸 她在哪 第1965章念解 谁跟你说不可能 六长老在A1103包厢等您 何灵不敢看她 恩 我带您过去 何灵见她愿意见一面 赶紧在前面给乔念领路 走廊旁边的一个包厢里 纪红远已经在里面等很久了 她这一次没有在里面泡茶 而是坐在椅子上等人进来 何灵很快领着一个人 推开包厢门 走进来 纪红远一看到那人 立刻起身 花白的头发 下一双浑浊的眼睛 透出炙热的光彩 都显得没有之前灵力了 念念 快进来 她这一次倒是热情 忙招呼乔念过去坐 还吩咐何灵 让服务生倒两杯咖啡进来 转头 态度温和的台谋询问女生 你想喝什么咖啡 阑珊还是甜一点的女士咖啡 我不喝咖啡 乔念静止走过去 却没有要坐下的意思 歇歇地倚靠在椅子旁边 长腿曲气 有些桀骜不驯的阑散 清亮的黑眸 望向头发花白的老者 一句废话也不多说 你们找我来干什么 季洪远脸上的笑容 都快要凝制住了 眉头微不可见地拧了一下 差点又要控制不住自己脾气 不过她一想到 乔念在这次十二月小组考 拿下的好成绩 季洪远又将心头的无名火压下去 硬生生地扬起嘴角 那一抹和煦的笑容 好整以暇地坐下去 看向女生 温吞地开口道 念念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就不跟你绕圈子了 我们商量了一番 还是希望你能回家 季家是你外祖家 你本身也是季家 流落在外面的嫡系血脉 只要你回来 条件随便你看 LodaBV7 3 你在独立州 还没房产吧 季洪远又跟想起来什么似的 耐着性子 声音低沉 然后呢 季洪远也不怕他不心动 他是技家旁制的一个血脉 你是尊贵的嫡系血脉 只要你肯回来 未来你的发展不会比他差 季洪远许以重力还不算完 决定将实打实的好处拿出来 他从一旁拿出一张黑卡 推在桌子上 往桥念的方向推去 这个给你 里面一个亿 就当做我这个爷爷辈的 给你一个见面礼 一个亿不是小树木 当然对技家来说 一个亿不值一提 季洪远目光灼灼看他 我刚才说的那些依旧算数 只要你回来 条件随便开 假如我说要家族组长的位置 你也可以给我 乔念来了兴致 反问了他一句 态度乖利又嚣张 一看就没诚心想回去 果然 他这话一出 季洪远面色微变了 何林也急急地说 小小姐 我们这一次是诚心诚意跟您谈 您总不可能永远不回技家 永远不认阻归宗 谁跟你说不可能 乔念瞥他一眼 双手揣在衣兜里 神情散漫 语气轻挑 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 第1966章说到底 他们还是舍不得眼前的利益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认技家 现在没有 以后也不会有你们不用来找我 也不用白费力气了 另外 乔念当着两人的面 拿起桌上的黑卡 季洪远见他拿起银行卡 眼神闪烁了下 刚要掠过一丝轻蔑的表情 就看到女生将黑卡夹在两指之间 还给他 挑起的唇角 透出洞悉的冷漠 声音又造又雅 钱 我还有一点这个东西 你自己拿回去吧 乔念将卡片放下 季洪远宛如被人扇了一耳光 啪啪打脸 他一张还算精明的老脸 有些挂不住了 眼看着女生转身离去 他忍无可忍地拍桌子 乔念 我劝你不要敬酒不迟迟发脚 他这话一出 原本走到门口 手搭在扶手上面 正准备拉开门离开的女生 停住脚步 头也不回地回了句 这话我也送给你们 我这人耐心有限 脾气又不好 你们要是不相惹事 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我怕季家这点血缘关系 不够你们造作 季洪远和何灵微微张开嘴 都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拉开包厢的门 转眼离开了 砰 随着包厢门关上 季洪远面色通红 一度气节 他这是什么态度 季家嫡系一脉 怎么会出这种人 季家一向讲究教养 在外面要端住 可他看乔念 从骨子里就流露出桀骜不驯 难以琢磨 漏大BV7 3 何灵不敢接枪 季洪远气想到 乔念在武器制造方面的天赋 又心如刀割 哪怕气得再狠 他也舍不得放弃眼前的好苗子 他气得头晕目眩 手撑着额头 等一阵眩晕过后 撑住自己的拐杖 免得摔倒 目光闪烁了一下 沉下脸 吩咐何灵 你去查一下 他来独立州这段时间 都住在哪 一个女孩子住在外面不安全 你先查清楚 他这段时间住在哪里 后面我们再商议一下 怎么再跟他谈一谈 乔念都来独立州一个多月了 季家也不是第一天知道 他到独立州了 可一个月多月过去了 季洪远这个时候 才想到要打听一下 乔念住的地方 何灵慎重地点点头 硬承下来 他离开之前 想起来一件事 回头跟季洪远道 六长老 季小姐今年的生日快到了 他让我问问您老有时间吗 您看 季子英是季林峰一手扶持起来的苗子 放在以往 季子英每年的生日都是一件大事 起码季家内部的人会给一个面子 但是这一次 季洪远紧紧抬抬手 兴趣不大 你们年轻人玩 我一把老骨头就不去了 何灵也是代替季子英问一下而已 季洪远不肯给这个面子 他也没办法 飞快的汉手 表示自己知道了 回头会把话带给季子英 季洪远现在满脑子都是乔念 也就没有再搭枪 在心里重新盘算起 要怎么把人从男家的手里争取过来 另外一个包厢里 叶望川又陪南天翼聊了一会儿天 南天翼从第一研究所 又问到京师的大小事 第1967章 你是京师叶家的人 包括文明戏国的神秘组织 九所 叶望川外套脱了下来 搭在椅背上 此刻身上就穿着一件白色衬衣 白衬衣穿在他身上 有种金贵树立的气质 分外惹眼 他言谈举止都透出良好的家教 一一回答了南天翼的问题 南天翼观察了他一阵子了 和谢天云一样 越看越满意 就含笑问了他 小叶 你姓叶 又是京师人 叶茂山是你 独立州一向与世隔绝 但不代表独立州的人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相反的 独立州的人更像是稳坐钓鱼台 操纵着外面的各方势力 叶家在今是属于金字塔顶尖的势力之一 本身也有稀土资源 他会知道叶家和叶老爷子并不稀奇 那是我爷爷 叶望川神色不变 极为从容地承认啊 南天翼眉头稍微松开 说了句 怪不得我看你的谈吐 就猜你家教不差 原来是京师叶家人 他说完 谢听云给他倒了一杯醒酒茶 放在面前 你喝点水吧 南天翼笑呵呵地捧起杯子 埋头喝起来 谢听云又抬眸 美丽的面容有着如水般的温柔 跟他低语道 小叶 你别听他乱说 他要是问你不好回答的问题 你就别理他 他就是好奇心重 一把年纪了 还跟愣头青一样 张口就来 不会难说人很好 叶望川也端起醒酒茶 用杯身遮掩住唇边 垂下眼瞼 遮住眼底情绪 他很清楚 南天翼旁敲侧击地 问他这么多问题 是为什么 多半是为了乔念问的 此刻 秦四也和纪南吹得差不多了 他扭过头 看向身旁的人 压低声音问 望眼 乔妹妹怎么还没回来 露大DV7 3 叶望川撩起眼皮 往后仰靠 拿起手机 刚要给女生打个电话过去 包厢的门就推开来 乔念从外面回来了 他看到女生毫发无损地回来 又将手机放回去 等人坐下 他才亲口悲深 问道 怎么出去这么久 叶望川隐约觉得 他身上的气场不对 有些过于乖力冷冽了 就扮眯起眸子 低声问 发生什么事了 没乔念已经吃饱了 看到碗里家的菜 就没动筷子 心情比较低沉 也没什么胃口 遇到一个人 叶望川挑眉 深邃的眼眸看他 显然在等他说完 乔念其实已经说完了 见他还看着自己 又抿了抿唇 毛子里躁欲的情绪翻涌 几乎要喷涌出来 你不认识 记家的人 他一说记家 叶望川大概猜到了 他在外面遇到的情况 怎么不给我发消息 叶望川顿了顿 又有些无奈地补充道 你跟我说一声 我就出去找你 不用 我跟他们说清楚了 两人说话声音不大 全程都用只有两人 听得到的声音在说话 落在其他人眼里 就变成了小情侣之间的悄悄话 男俊女美 惹眼极了 秦四早就见怪不怪了 也就无所谓 吃不吃狗粮 反正他每天狗粮管饱 只怕吃成了消化不良 第1968章 他们给一个亿 念解随便出手 都是一个亿 纪南 他们却是头一次 见这种情况 谢听云看得津津有味 都不忍心打扰他们 只有男天忆默默地拍了下 纪南的肩膀 压低声音安慰起他 你小子别想了 以后好好努力 指不定还能遇到一个 纪南本来在一旁看热闹 账二和尚还没有摸着头脑 转头被自己一夫安慰了一通 他被安慰得更加不明就里 还以为男天忆 是看他一直盯着看 以为他一个单身狗羡慕人家 就摁了一声 这种事情看缘分 缘分不到 没办法 那你之前还说不喜欢人家 男天忆想起自己之前告诉他 被拒绝的事 他还说他没喜欢的人 这不是转眼承认了 什么 纪南又是一脸懵 好在男天忆考虑到 他在大厅广众面前失恋了 已经很惨了 就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而出去结账去了 临走之前 他还让服务生打包了一份辣子机 走之前递给乔念 说 我看你喜欢吃这个 我又给你打包了一份 你晚上饿了可以吃 乔念看到他拿打包盒了 但没想到他是给自己打包的 一时有些惊讶惊讶之余 他接受了男天忆的好意 沉默片刻 道 我这几天会多去给谢一针酒 男天忆哈哈一笑 拍了拍他肩膀 不慎在意的摆手 你才拿到八级实验室的钥匙 这几天应该会很忙 你先忙 等你忙完再说 他都这么说了 乔念没有再坚持 从随身带的包里拉开拉链 拿出一瓶口香糖 交给他 这里有点保健品 就送给谢一 一周吃一颗 大概能吃三个月 男天忆看到他递给自己的是个口香糖的瓶子 从瓶身外观看 他就是一瓶在普通不过的口香糖 看不出任何的保健品的字样 但他还是收起来 一脸认真的点头 我知道了 乔念舒了一口气 拿过男天忆递过来的打包盒 和秦四他们一起跟几人告别 转身上了车 车上 秦四忍不住感叹 乔妹妹 你不会出手就给了十颗那个小药丸吧 露大BB7 三 经过将鲜柔卖假药的风波 小药丸在黑市上更加难买了 卫楼那货已经把价格炒到八位数 价格还在往上涨 十颗小药丸意味着出手就是一个亿 一个亿 大佬居然换了一个打包回来的辣子机 要是黑市上那些人知道了 还不把周济的后厨的门栏给踩坏了 也就乔妹妹能出手这么阔绰 换成她都不一定能有这份气度 虽然她自己也不缺这一个亿 妄言 你说的那个隐退的核武器专家 就是谢义 秦四跟乔念说了句 就扭头看向开车的男人 忍不住道 那个谢义看起来柔柔弱弱 不大像你说的那个人 一位核武器专家核器珍贵 何况谢天云那种级别的专家 更是无比珍贵 这样的人出门都不能搭乘飞机 以免发生事故 就这样一个人 他今晚上一顿饭吃下来 发现跟寻常人差不多 甚至脾气更加温和一些 他怎么看对方 都不像是一个玩黑火药的人 第1969章谢义也是隐藏大佬 叶望川在开车 就没有跟他解释那么多 只说了一句 谢天云是现如今 还活着专家里的第一人 你不要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 他不是你惹得起的人 谢天云不好惹 这也是为什么 男家已经二十多年 没跟第一研究所联系了 乔念这次需要参加 第一研究所的考核 南天亦还能马上找到 第一研究所拿到名额 谢天云在第一研究所的影响力 绝不是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 他本身的存在 就是曾经没落 消失不见的一代实力派的代表 那一代人虽然大部分和谢天云一样 已经隐姓埋名 可谁也不愿意去招惹谢天云 和谢天云背后代表的这一批人 我知道了 情似性性然 乔念倒是没什么反应 只淡淡地垂下眼瞼 一只手拿手机 低头回消息 小组考核过后 他们会放三天假 三天假期结束 他还要继续回第一研究所 到时他就可以进八级实验室 去看一看了 三天后 乔念结束假期 回到第一研究所 他刚一刷卡走进第一研究所 就发现了所有人 看他的目光不对劲儿 以往他一出现 也有人会往他这边看 但很少像今天一样 几乎所有人 在看到他的一刻 放下手头的事情 焦头接耳 似乎在说什么 乔念心里有些猜测 面上不动声色地 走到第十小组 专用的小实验室 小实验室里 薛珠 沈清风他们都在 乔念还没进去 就听到薛珠 略显急躁的口吻 乔念还没来吗 我们要不要给他打电话 说一声 我也是到了研究所 才知道这件事 要不 我给他打个电话 把沈清风焦躁 拉开柜子 拿出自己放在柜子里的手机 徐义则斜斜地 靠在实验台边上 抬眸 一张清俊的脸庞 神情清冷 问他们 你们不相信他 薛珠和沈清风 都往他的方向看去 徐义直起腿 站直了 我相信他 不管外面怎么说 我相信他没有做过 我不是不相信他 我只是 沈清风想解释自己的行为 徐义却面无表情打断他的话 既然相信他 就没有必要打着通电话 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侮辱 沈清风手里捏着手机 呆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竟然无言以对 薛珠也沉默了一秒钟 正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太心急了 扭头 眼角余光就看到站在门口的女生 乔念今天穿了一件长袖T恤 外面套着一个牛仔外套 看起来比较单薄的穿搭 穿在他身上刚刚好 趁着他皮肤白皙 气质冷冽 他没戴鸭舌帽 头发随意地扎着高马尾 露出修长的脖梗 宛如天鹅般的脖梗 纤细优美 不过饶是如此 他个人气场依旧很强大 周深透出一种 生人物净的疏离感 乔念 薛珠看清楚门口站的人以后 直起身 争冷地喊了一声 门外的人一张精致的脸庞 看不出任何的情绪波动 裹挟着室外的冷空气走进来 第1970章出事了 研究所所有人都知道了 乔念进来以后也不废话 静止走到徐一面前 询问他 今天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徐一意识无话 他也不瞒着 我早上一到研究所 就发现一路上都有人回头看我 看到我以后 还在聊什么 徐一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乔念一双眼眸 漆黑透亮 看不出任何的胆怯来 徐一心头紧绷的那根线 不由地松开 再看他 整个人绷起的后背放下来 严谨一概看着女生的眼睛说 我也是早上才知道 一小组的纪紫英 跟研究所的几大负责人 举报了你 说我们在小组考核上展示的 超级算法 是剽窃某个科学大佬的成果 这件事在研究所传得很广 现在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研究所那边还没做出结论 但现在的情况对你很不利 纪紫英背后有独立州技家撑腰 乔念不过是个外来的人 连独立州的人都算不上 拿什么跟纪紫英动 徐一握紧锤在身侧的手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半个月前 他也许不会往心里去 第一研究所不就是这样 抱团排外 纪紫英等坐拥背景的成员 可以在第一研究所里横行无际 没有背景的人 比如他 沈清风等 只有被排挤打压 这些都是第一研究所的常态 乔念连独立州的人都算不上 被欺负了就被欺负了 他一点都不会感到稀奇 可是他们经过了半个多月的相处 徐一撕心里早就把乔念 纳入自己人的范围 所以他今早上来到研究所 听到身边的人八卦纪紫英 举报乔念剽窃的事 他心头一股无名火生气 一早上都压着一口气 徐一吐出一口浊气 目光复杂地看向面前的女生 抬起手 举到一半又放下 局促不安地 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 乔念 你 你也不要多想 事情也许没有我们想得那么糟糕 是啊 薛珠也在一旁搭话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上来的 一脸火大 压着眉宇间的怒火说 反正大家一个组的 我永远支持你 那些结果是我们熬夜做实验做出来的 他们凭什么说我们剽窃 乔念 我已经把我们做实验的记录的袋子 全找到了 如果研究所要追查 我就把这些袋子交给他们 沈清风也站在一旁 围绕着女生 指着实验台上放着的一堆 记录实验的录影袋 这些袋子足够证明那些实验数据 是我们自己做实验得出来的结果 不是他们说的剽窃 道勇 乔念本来就没把继子音放在眼里 今早上一路上都有人看他 他还以为发生什么大事了 结果只是继子音举报他 他听徐毅说完怎么一回事 眉眼间满是漠然 显然没把继子音突然发难放心里 一直到徐毅 薛珠和沈清风都站出来围在他身边 选择跟他共进退 他才有些触动 搞明白怎么一回事后 他手揣在衣兜里 漫不经心地站姿 勾起嘴角的弧度乖利 眉眼间全是狂似 放心吧 我不会有事 所以我会有点难过 那么 我会有点难过 能不能把继子音的 带来